加入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支持良心傳媒觀看獨家視頻 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就可以享有有線觀看精彩的視頻 總編輯時間親切回應 VIP 互動機會 快點加入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時事焦點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你好 我是陳英傑 又回來時事觀察 這一集我一定要講講 三藩市華裔家獎期待已久的 三個教委的八面選舉 因為這個選舉對華人 尤其是家長參與公共政策的角色 是有深遠影響的 住在三藩市的華裔家長 已經很清楚這個結果 投票結果 簡直是一面倒支持罷免 三個教委被炒友的百分率 都是超過七成的 最不受歡迎的教委 就是Alison Collins 高麗絲 要求她下台的百分率 是百分之七十八 接近八成 這些罷免選舉 通常很少舉行 因為一般的看法 不論哪個黨 都認為 第一是浪費 第二成功的機會 也不一定是高的 另外搜集之名 即是第一關 很多時候他們是拿不到法定的票數 除非因為有很特殊的情況 才值得搞罷免 現時另一個被受關注的罷免行動 就是地監處長 Chelsea Bowden 因為他是屬於 孤式罪犯那類的檢控官 他的哲學基本就是 罪犯都是受害人 你抓他坐牢都是沒有用的 我認為他也有很大可能會被罷免 因為三藩市也有很多居民感到自安失控 而且很多受害人都是壓力 所以三藩市出現兩個罷免選舉 也很少見過 就是因為村民覺得這些情況 他們感到極之不安 因為三藩市居民 整體對自安都失去信心 雖然我不是自在三藩市 但自安的問題是有目共睹的 在紐約市也算到一個 像布丁一樣的哲學地監官 他現在已經受到很大壓力 多方面要求他嚴厲起訴犯罪者 因為前陣子發出一個內部通告 叫警控官不要起訴那些有暴力的罪行 誰知他備忘錄曝光 風頭火勢 於是他再發出聲明表示更正 有趣的地方 大家可能都知道 紐約也有一個新市長 而他以前也是做過警察 他走的路線相反 他競選的口號是要打擊罪案 我們現在先說回這個教委罷免 今次的罷免選舉就是證明 很多選民的確認為 感到很憤怒 因為他們的確認為這三個教委 是犯了嚴重的過失 這個教委高麗斯特別惡劣 幾年前有位家長發現 高麗斯原來有一個電郵 用相當侮辱性的字眼去踩我們中國人 這封電郵曝光之後 他副主席的銜頭被剝奪 高麗斯竟然入賓法庭 要求賠償8700萬 法庭不受理 這個事件其實加強了華人家長 對罷免他的決心 他在電郵裡指責亞裔家長 又說他們用白人種族主義的思維佔上風 他也怪責很多亞裔家長 沒有積極反特朗普 其實家長只是關心子女的教育 家長本身的政治取向根本毫無關係 我相信日落區裡有很多華裔家長 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亦有很多家長是反特朗普 特朗普這種垃圾總統應該反對 但一事就還一事 這些全國層面的問題 你將地方教育的議題混在一起 就不合邏輯 三藩市的政治一向都是偏左 但這個選舉也證明 很多選民也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左 我很相信支持 罷免這三位教委的選民裡 有些是民主黨 也有些是共和黨 其實大部分時候 選民對本地的設身問題 何時都關心過全國性的政治 例如校區政策 教委本身的質素 學校的質素 這些議題 才直接影響到子女教育 而不是局會議員或總統 家長感到憤怒 就是因為這三位教委 過去兩年疫情期間 他們只關心要將 所有四十四間公校改名 這些就是典型的政治正確思維 而家長關心的是 但學校何時重開呢? 大家都很清楚了 疫情期間 子女所謂視障上課 根本就不行 有些調查 根本已經證明了 學生學不到東西 我想家長更反感的是 他們要將 Lowell高中招生的方法改了 這間學校是 全三藩市最好成績的公立中學 即將退休的聯邦大法官 Steven Briar 都是在這裡畢業的 好學校當然是根據成績招生 雖然不是百分之百 這班教委將它改為秋千方式 他們認為這樣才能夠 俗銳多元化 這真是難以想像 如果再引申一點說 譬如像加大柏克來 加大理工 那些十八公立名校 會否用秋千方法取綠新生呢? 這次罷免成功是相當難得的 因為三藩市幾十年來 都沒有罷免選舉 上一次是1983年 當時是凡士丹做市長 Diane Feinstein 凡士丹就是加州的聯邦參議員 她幾十年來 在三藩市都很受歡迎 83年的時候 因為她主張禁止擁有倉鞋 但後來被法庭推翻了 有一批人走出來乘機搞罷免運動 誰知結果 有八成的選民 是反對罷免凡士丹的 但今次罷免行動 就不同了 絕對沒有表錯程的 搜集到簽名 成七萬人 法定只需要五萬一千多票 所以今次支持罷免的 百分率這麼高 也是醫療忠實 說就這麼說 如果未到最後一分鐘 你都不敢鬆一口氣 反對罷免那些人批評 一方面除了浪費公帑之外 這個罷免運動後面 有幾個大商家 花了很多錢去資助 其中有些捐款者 亦都是資助參議院議長默康尼 即是這班家長是靠大共和黨支撐的 我就覺得一個選舉運動 不同背景的人 因為有一個共同目標 而走在一起的話 是很正常的事 你如何去演繹這個選舉結果 亦無所謂 最重要是達到目標 這個罷免運動 並非兩黨之爭 純粹是家長關心子女教育 基本上是常理、戰勝、意識形態 用政治角度看 這個選舉是有一個贏家 就是這個市長 因為這三個教委下台後 市長有權委任三個替代人選 布里德是一個比較溫和派的人 選舉之前 他曾經多次批評這三位教委 所以他委任的人選 大多數不會是大左派 脫離現實的教委 工會方面不支持這個敗免運動 因為他們怕市長的權力過大 甚至可能會支持 特免學校 即是用政府錢去資助私立學校 而我所知 很多華人家長都是支持 我亦不反對 一問我是鼓勵 多些選擇、多些競爭 有時太多條例 很多學校的改革是做不到的 工會很多時為了補助教師的飯碗 有些不勝任的教師 或違規的教師 你不能解僱 嚴格來說 今次的選舉 不是說誰是大贏家 真正的贏家 就是這個制度 有沒有發揮到他應有的作用 就是利用你的一票去發聲 說就容易,做就難 但今次我體會到 這個運動裡有很多 商議的華裔義工 一個星期七天不停 在多個社區搜集簽名 有超過五百人 首次登記為選民 你可能說五百多人不算多 那你試想一下 如果選舉結果很接近的話 每一票都可能決定了整個選舉結果 而且,不只是在今次選舉裡 投完票就算數 在下一節選舉裡 他們也參加投票 今次的選舉 也出現了兩個新的情況 就是非公民的家長都可以投票 第二,所有登記選民都會自動收到投票 你只要在家裡填了一張選票就完成了 你根本沒有藉口不投票 今次這個白面運動這麼成功 我認為也有其他因素 很多家長都是透過社交平台發短訊 以我所知,很多不懂英文的華裔家長 他們通常都是用VChat 這個平台在動員、招攬義工、宣傳方面 極之有效 所以今次的運動 其實對華裔社區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經驗 我認為市政府推行選舉資料的商議政策 是對移民社區參與投票的確發揮到很大功能 這個政策是值得表揚的 今天到此為止,下星期再見